近日,深足应邀参加梅州市第一届棕林特加杯邀请赛一带一路国际足球邀请赛 其参赛名单也发热议这些球员不是深足的常规主力部队,而是预备队球员加新面孔 这份名单里信息量很大,新面孔包括前上海身心球员叶仲秋,浅江绿城球员罗敬,北京人和球员王储,贵州横峰球员奖量,河北华夏幸福球员张立峰,都是有过中超经验的球员 据记者了解这些球员,基本没有合同在深,是在深足随对视讯 升班马深圳加赵燕,急需在冬季窗后招兵买马,但如今转会市场上紧进一个心仪的球员,非常困难 比如在一处规的问题上,深足目前受阻复利方面,不肯放人聚吸一方面深足俱乐部高层还在加紧引远 另一方面俱乐部,也见客家杯比赛考察现有视讯球员 主帅卡罗会根据客家杯比赛的表现 挑选其中他认为,能够胜任中超联赛的几名球员,带到西班牙去随一队继续训练 在考察一轮才决定,最终会与哪位球员签约在视讯球员里,还有一个人比较特别 二十岁的意大利及华裔球员王毅,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独龄的球员,出自尤文图斯青训营 四职攻击型中场,曾入选过,意大利U17国家队2015年 王毅被尤文租借到了他2PU17,随后加盟一以普罗维尔利U19 去年他在一丁A组的博尔哥赛T球,目前是自由球员聚记者了解 王毅两年前还曾在国内其他俱乐部跟队视讯过 有传闻称,深圳加赵业准备规划这位华裔球员,不过去俱乐部官方人士套路 王毅目前只是在球队进行视讯,一切都是未知数 如果最终俱乐部决定,签下这位球员,才会考虑规划相关事宜难度记者风筝